看一下小鸟 三只小家伙躲在这个角落了 喂 开饭了 起床了 你没看这个屁股像什么东西 他怕烟了 起床了 开饭了 看一下这只小可爱 这爪子这么有力啊 起床了 这么怕烟 上去有网友评论了 说他的小鸟也快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喂 想要看我怎么喂的 先去开点奶粉 先倒一点烧开过的温开水 拿温度计测一下水温 开奶粉最好用50度左右的温水去开 先把它开机 把温水放凉到50度左右 先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面 加入奶粉 当初和几天的一般比例是1比6 1比5 1比4左右 我这个这么大了 我就开浓一点点 先套在这个杯子里面 哎 小鸟呢 哪去了 这三只家伙害怕躲到这下面来了 先放到这里面 拿出来喂食 先测一下奶粉的温度 要把温度控制在38-40度左右 来吧 准备干饭了 我一般都是用勺子喂的 新手的话我不建议用针筒喂 针筒你没有经验的话 你下指打太多了 会把小鸟呛到 很容易呛到的 用勺子喂的话就非常安全 他已经吃饱了 反过来看一下 看下他的素兰 吃得很苦 放回去 把钉子拿出来呗 来 老大到你了 这家伙太大了 他非常害怕人 拌饭啊 一般刚拿出来他都会怕人 要养三四天左右 他才会慢慢的清养 吃饱了 看下他的素兰 看下他的素兰 吃得很饱 放回去 餵老三 吃饭吃家 我胃口不错 很能吃 干饭鸟 都吃饱了 看下他的素兰 都吃饱了 吃得很饱 放回去了 吃饱没有 还想吃吗 把他放回饭鸟 放回饭鸟 咖啡 吃饱 吃饱 остр